画面中正将我们走来的是 来自上海的江先生 而今天主张要和他进行调解的 是他的妻子凌女士 不过和凌女士一同来参加调解的 还有凌女士的一大家人 为了这场调解 他们是特意从凌女士的老家遗春赶过来 那么凌女士如此兴师动众 带着全家出动来跟丈夫江先生调解的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凌女士说和一笔巨款有关 原来在09年的时候 凌女士和丈夫一起投资了一笔钱 而这次投资 让江先生和凌女士连本带利 损失了200多万元 按理说这200多万 应该是江先生和凌女士 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损失 可奇怪的是 丈夫江先生却将矛头直指自己的岳父 并开口向岳父索要补偿 他对我家里的这个小家庭的那种干预 给我家里面 想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 而更奇怪的是 作为妻子的凌女士 并不认为自己的父亲有责任 反而提出丈夫的人品有问题 二十年发现我不知道她原本是一个这样 好像未来金钱之上 好像我感觉我们之间不是为情感而生一样的 而作为岳父的林先生 谈及这个女婿更是直呼大逆不道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江先生和林女士损失的两百多万 又该由谁来买单 而他们夫妻之间因为两百多万元 而面临的情感危机又该如何化解 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林女士和江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各自的诉求分别是什么 我们结婚二十年的投资 两百一十八万 水平无归了 因为与我岳父有关系 希望对吧 我岳父应该是吧 要在这方面要 应该要补偿我 我自己承担一部分 也不可能我一个人全部承担 就是把百分之七八十他要承担的 我们经营二十年的婚姻不容易 我希望老公不要以婚姻作为筹码 来追求他所谓 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金钱 第二个就是希望他们的 温室关系正式前生 和好如初修正 什么叫做以婚姻为代价 如果这笔投资款追回来 就是我们的代价就是要结束 这是江先生的意思是吗 对的 这个我也没有说得那么决定 这笔钱的话 也是我们辛苦的 如果我们简单来讲 两个结果 要么岳父承担这百分之七八十 也可以说我们还可以继续 如果说岳父我不承担这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决定 现在还没到之后 我也不好怎么说 因为江先生执意要求岳父补偿 他和灵女士的婚姻似乎也朝不保夕 那么江先生投资失败 为什么要让岳父来满然呢 这二十年当中 家里的所有的钱我是没管的 我都是交给我老婆的 这笔钱他是交给他父亲去投资的 原来在09年的时候 妻子岳女士从父亲那里 听到一个消息 把钱借给了一个开融资公司的老板 岳女士在家里很能干 也很强势 是家中的顶梁柱 大事小事都是她做主 于是江先生默认了 妻子的投资行为 他是投资公司 他是比一般的银行的 那种收益率稍微高一点 他给你们的回报是多少 月收益率于3% 夫妻俩在岳父的建议下 把他们二十多年的积蓄 都投给了这家融资公司 并以岳父的名义来打理 他只是一个贷管 没收我一份风险金 而且做的还是不错的 前面几年 他每个月的15号给我结 我有自己结一点的钱 又滚进去这样的 一开始这笔投资 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江先生也没说什么 可过了不久 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也正是这个建议 称为了江先生 今天要求岳父补偿的重要理由 2013年的时候 有好多朋友在一起吃饭 人家就讲到这个问题 现在这些金融比较 已经是不景气的少了 我就回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重视的 我说这个钱 现在不管多少我要拿回来 那时候是两百零一万 你明确提出来了 我明确提出来了 你跟谁提出来的 跟我老婆跟我岳父 在他家里谈的这个问题 我老婆没拿 这里面一个原因 就是我岳父说你拿出来干嘛 岳父不同意 就是以他的名义 因为我们拿不出来 那我老婆就是又软下来不拿 老师说我不投了 我们那是预备要拿的 对吧 可是这个被投资人 人家风云风云之前 他的吸引度更高了 他就是提前两天来离血 感觉心里有点稳定一样 对吧 就是不像人家说的 他要倒闭的那种风险吧 他很纠线 我可能能理解为你的意思 就是说 面对人家提前支付利息 我心动了 他也心动了 对 他刚才讲说 除了他这边提出意见之外 好像你父亲给你的意见 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他只是建议 他说你拿出来啦 一个月就少这么多 就是你自己看吧 你觉得这利息挺可惜是吗 然后我的妹妹他妹妹 他也有两百多万在这里面上 他说你拿啊 我是不拿 我是没那么坚持要拿出来了 他呢 他呢也没做生了 如果他以他的这种性格做生了 我肯定是有过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刚才说这是2013年年底 我说的这些事情对吧 2014年的2月份 他降息了 我又提醒了 降息就是意味着地方是不行的 我们这个钱201万 我拿回来了 我就不费受到损失 我又提出了 我们的钱要拿回来了 你跟岳父说了吗 我就跟我老婆讲 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钱 我就是坚持要拿 他也没有动作 就一直搁那了 搁那了 我没有抓紧嘛 因为我在上海挺忙的 他就是督促叫我去做 可能我太忙 你有跟你父亲说吗 说我老公又再次跟我贴出来 把我们钱拿出来 有说过这种 我父亲是这样的 你们拿我不拿 我妹妹说他也不拿 缓下来了这件事 就是你没有再去关注这个事情了 对 按照江先生的意思 他两次提出撤骨 都是因为他嗅到了危险信号 可最后都是因为岳父的影响 才未能成功 对我岳父他们的自信 与他们的干预有关系 江先生说 在他第二次提出撤骨的时候 恰好还发生了一件事 岳父又追加了500万 投给这家融资公司 江先生看准了 这是他拿回钱的最好时机 就是我这里已经提出 拿出来的时候 我岳父又追加了500万 他跟他朋友 所以我是想把这个拦住 但是我老婆不同意 他说这是他们的钱 与你没一半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什么 从那500万里面 截回这200多万 对 所以应该 你那个时候会考虑 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什么呢 要是拿不回来 你居家在这里 我可以抵掉 是吧 也是可以 一 风险小一点 对 二 这个拿回来的可能性 就更大一点 这是百分之百拿得回来 对 因为这是我岳父 放进去的钱 不是别人 所以我要问一下你 在岳父放 在追加500万的投资进去之前 岳父知道 你想把这200多万拿回来 知道 我父亲那是帮朋友 补充400万去 没多久 又500万拿出来了 他等资金的运转能力 调度能力可以的 我把我老公都告诉了 所以他没那么坚定 就是这种 游游鱼 鱼和熊掌 想兼得的那种味道 我过年说得那么清楚 但是他们一直在干预这个事情 那我怎么办呢 对吧 我也不好 因为 所以你其实说的是 他们这边感受到的是 你没有那么的坚决 如果他们感觉到 你是很坚决的态度 他也好 你岳父也好 都不会反对 要这样说的话 我为什么每次 要这样跟他讲这些东西 我要拿回我的钱呢 这个钱要是我管 我早就拿回来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就不知道 他们游游关系 那么好的关系 怎么不会直接去跟他沟通 按道理这种大笔的投资 男人之间应该是更好商量的 对的 这样说 沟通了 等下他拿出来了 后悔 等下又没赚了 我估计有这个心理 对吧 那么我是可以做一个 赚了是他的 很移民 没赚嘛 就是我是败家的娘嘛 就这样的 你说他也害怕去承担这个 是吗 这是我要承担 我要担当的 真的是他们的担当 我感觉 江先生三次提出撤股 都没有实现 而最终 他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融资公司经营出现问题 两百多万的投资 打了水漂 这让江先生痛心疾首 所以他今天 坚决要求岳父 给他补偿 听到江先生的讲述 此时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 江先生的岳父 表示要上场 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而灵女士的二妹 也要求上场 她也投了不少钱 给农资公司 如今也是血本无归 那么她对这件事 会吃什么态度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吧 既然是高回报的东西 肯定是有风险高 要懂得承担 像我206万 现在也没了 投资的资金 也是借的别人的 吃人就是个摊 三次吧 一个月有几万块钱 这个是肯定的个事 所以我现在钱没了 我谁都不怪 只怪自己 她可能会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父亲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父亲没有什么责任 因为他这个钱打得来 都是经我的手 打在我的账户上 然后他那里每个月打的利息 我就直接打到他账户上去 他那里是三分 我也直接是三分 这个风险金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收他的 你说你们并没有 尤其父亲这边 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 没有 没有 这都是自己承担的责任 不管我爸什么事 我爸也有好多钱在里面 那他的责任 又谁来承担呢 他的投资是他 以他个人的名义 他自己投的 我岳父没有插手的 你还是认为岳父 插手了你们的事情 即使我呢 见识这个人呢 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 人十多年都成功很好的 知根知底的 是这样的 他们的钱 我考虑过女儿 他们在上海工作 得比较难 我们就看到我们 个个人拿钱了 我说你爸问你怎么 怎么这么多钱呢 我说房间先去查理一下 搞得那个了 我女儿是哪个 她偷不偷气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都是她自己 他们自己的决定 你认为他们 已经是接受了 对吧 她有五六万块钱的一些 我找她开始吧 再问您第二个问题 就过程当中 刚才这个女婿也讲了 就是她有几次都提出来 想把钱拿回来 您知道吗 有些我女儿跟我讲过了 这个钱怎么 我欺骗你 我说要拿去拿吧 你拿去你别后悔 还有这个利息 她一早两天打得给她 她就觉得你还可以 明白 到后面她说 想把她自己那个218万 从里面扣一部分出来 这个事您知道吗 这个事严想我记得这个事 以后知道的 我也要讲这个事 她听到我一个朋友 加了450万 放到那个人身边 她又要当时扣 怎么扣得出来 她不签给打票子吗 不可能 那是别人的钱 都是我们的素颜 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去跟 想到去跟女婿聊一聊 就是她几次提出来 说要把钱拿出来了 没有 刚刚就给了利息给她了 她又付一半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开始觉得有风险 是什么时候 有风险的消息 2014年10月年 我记得有风险了 都说巨快的 我把所有资产 我这个女儿的资产 她挣了多少 她们都挣了 一个多亿的资产了 那个潮汁起诉的 都是我去搞的 钱也是我出的 不是费是她带出的 是吧 我的女儿 女生 我会害她吗 不可能吧 如果我现在 不去亏胎了 我批得起 我就批她呗 我没有办法 扫完了现在 不知道她来得 这么快 防不胜防是吗 岳父的意思很清楚 当初只是好心 帮女儿 女婿 如今她们有损失 自己也心痛 也在尽心尽力 帮女婿挽回 第一时间 她就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 这是在法院判决后的 执行过程中 当地公安的刑事冻结 与法院的民事查封 发生了冲突 才导致江先生的损失 不能那么快执行到位 也就是说 女婿的钱 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交代的 只是需要时间等待 然而 谈及自己这个女婿 岳父的心里 有一个坎过不去 那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女婿跟她 不齐心协力追讨损失 反而还将一枪怒火 撒向了她 甚至还对她动了手 就是那天出事的呢 8月23号 她那天就要找护青谈了 然后在里面谈 房间里谈 我就听荒荡一声 我说里面有什么事 怎么谈得不好 这边出问题了 然后就是 我再一看到 他们两个人口起来了 在这推伤 在这骂呀 怎么了 这都开始动手了 动手了 哎 这个事啊 我想到是好上身的 我的这个骨头啊 已经断掉了 我岳父摔倒了那一下 其实我也很累疚的 因为什么 其实什么一个状况 我现在讲一下 因为我跟他谈的过程当中 他就很生气 从来不敢 没有人敢讲他 我这个女婿讲他 他应该接受不了 而且讲了这些问题 好像是我怪他的意思 他很激动 嘴巴可能也可能说了出话 就我一个水杯 我去砸了 杯子是砸了 一流就水来了 我老婆就听到了 就马上进来 她把我堵住 就说你干嘛 你没干嘛 所以我老婆 这种我感觉到是 对我岳父摔倒是有极其原因 我是要出去的 她要拦住我 我是做了一个动作 把我老婆 我就往床上一扶 我说你不要拦住我是吧 后来我把她推在过程中 我岳父一遇死 我才欺负她女儿 她光着脚丫子 在我的木板地上 一滑一扛 搞到我的床上 长眼上就这个摔倒 不管是失误还是友谊 总之这笔200多万的损失 已经闹得 林女士一家鸡犬不宁 江先生和妻子 以及岳父的矛盾 已经不再是 经济账那么简单 而是变得纷繁复杂 那么该如何帮助他们 解开这些乱麻呢 观察员中 有一个人早已按捺不住 他拿起话筒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整场说下来 用了一个最多的关键词 投资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们不是投资 因为投资和接受投资方 是应该共担风险的 实际上你们之间的资金的走向和流动 是有固定回报的 就是月息 这其实就是民间借贷 那么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那我们再来捋一捋 岳父和女婿之间 是一种什么关系 你手上有一笔闲钱 你就说岳父 你这边也帮我去放出去 来赚取比银行更高的一个回报 我个人认为 你和你岳父之间 就是一个委托 和被委托的关系 也就是代理关系 第二个问题 你岳父收回来的利息回报 是不是原封不动地 如数地转给了你 这个我不清楚 是 我每一笔都告诉他了 好 那么我觉得 上面两个事实 就可以认为 你和你岳父这一方 应该是委托贷款 或者委托借款的一个资金关系 那么委托人 是在你授权的范围之内 从事的代理行为 所有的责任 由委托方来承担 也就是说 这个亏损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由你们夫妻双方来承担 就是做女婿的 算一下 本息剥离 看看自己的损失到底多少 这个民间接待最保险的方式 就是要有担保 在你们这几笔借款当中 我们没有听到 有任何形式的担保 我们要使得自己的资金安全 要把款子借出去 有几个方面 是值得我们去考量的 第一个是借款人的背景 要做仔细的调查 就本案当中 你父亲认为 很幸的过的那个人 资产比较庞大 那么路上有很多开奔驰 宝马的时候 他会借钱去买 买完以后 把这个资产顿到这个地方 他就认为很有实力 所以说他再加二 借钱 它就比较方便 所以对他的资产 对他的背景 那肯定要做一些调查 这是把款子借出的第一个 这样呢 要了解借款人 借款的用途 是用来干什么 第三个呢 还款的时间要约定 第四个 当然手续要完备 手续包括形式上的手续 形式要件 还有一个实质要件 形式要件就是签订 借款合同 我们民间通常写个借条 有人说拿个借条 就会到法院打官司 就能申诉吗 不一定 还必须要有个要件 转款凭证 或收款凭证 也就是借条 或者借款合同 加上收条 或银行转款流水 这才会成立一个 借条关系的 一个完整的手续 第五个方面 利息的约定 你们的利息是 月息三分 回报率相当是 36% 有哪个行业的回报率 在到了36% 就已经很高的回报了 目前国家支持的是 24% 两分的行 你们三分还算少的 有的人开出四分 五分 一毛 想想看 这是不现实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把款子 借出去的时候 从对方开出了利息 我们也得要思考 借款人 看中的是你的本金 我们出借人 看中的是利息 两个人要看走眼了 谁占便宜 谁上当 结果就会出来 律师的观点 让在座的几个人 都沉静了下来 而从律师的一番话中 我们也听出来了 江先生要求岳父 补偿损失的想法 并没有法律依据 况且在这次投资中 岳父也是受害者 而且损失的资产 要比江先生多得多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此时的江先生 却咬定青山不松口 仍要岳父给他补偿 在他看来 岳父让他错失的东西 实在太多太多 一二十年一起看过来 他好像表面上是 很关心我们 很爱护我们 几分买房子 他也不能我买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意思 他有房子 住在他家里 我在他装修的 所以我出了一部分装修钱 住了他十年 我老婆单位到03年的时候 单位分集资房 七万块钱一套 也不能买 其实我也买得起 你觉得岳父 为什么都不让 就是他 他刚才说 他能有很多地盘 可以帮我们造房子 他意思到时候 七万块钱还不如我 给你帮你 到时候造一栋房子 你现在意思就是说 那些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现在到20年过去了 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他买房子 我刚才关于我 关于他什么 房子我们也关于的 一小买就买 不买是吧 我只是提一下我的建议 对对对 是这样的 还是你们自己做 多谢建议 他说我刚才的 根据他买房子 说得有道理吗 这个人吗 别人因为有钱 再去炒了房 是吧 上海的房产 你就不好说了 是吧 炒得吉比 就是千万富翁了 因为他投资失败 我认为 还是这个经济上 让他满蓝平衡的 要是这些东西 我不在一层投资 我在上海投资 远远不非这样 我现在也四五十岁的人了 我有两个小孩 我应该为下一代着想吧 是吧 在江先生看来 这个岳父让他错过了数次增长财富的机会 如今他所有的积蓄都打了水漂 岳父就得负责 更何况 他的补偿要求 岳父全负担得起 我岳父失败是失败了不少 有一千多万 但是他的房子还有将近五十万 店面还有十几个 他们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所有的名字全部写给他儿子 关于我的资产问题 我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有点不是很多 我自己还要生活的 是吧 如果到了我差不多了 女也有 急也有 想把盘子两个人都不行 我想个遗嘱嘛 是吧 如果你们都不听话 我把这个资产 交给国家就戏嘛 我怎么办呢 这样我欺负我 知道不 我讲了有些多事的人 真是狗讲了这么长 你别人打了 你别人推了 推这个困难 要我怎么 怎么问题这个事啊 知道不 小说这个事都是老个疼啊 你调子亏了 要我那多少 老师平平一下 我该负多少负多少 谈到前 岳父很生气 女婿很执着 这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调解 此时调解员胡建云 忍不住发话了 江先生这么执着的 要自己的岳父来承担责任 从他对岳父的 现状的描述来看 我觉得其实是 有一些担心引发到 对于处理这个问题上 比较执着的一个想念头 担心什么呢 就觉得不公平 将来老人家这个财产的分配 如果不公平 哎呀我心里读得慌 那所以这件事情上 我是有怨气 也就是说心里有怨气 才会故意地坚持一个偏激的立场 那今天我们就把它说开 其实我觉得刚才老人家 也说得很清楚 只要你们表现好 我的生活 如果我能得到保障的钱的一项 我也没有偏袋 眼中是有儿子 没有女儿 他也说了 第二个点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你的岳父同意赔偿你的损失的话 是不是也意味着 他也要赔偿其他人的损失 包括其他两个姐妹 甚至可能还有其他人 那你的岳父能不能受得了 那你站在你岳父的立场上来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敢答应吗 你能答应吗 再一个第三个点 你岳父的损失 是你的几倍 大家都有损失 然后你抓到这个有损失的一方 来赔偿你的损失 好不好输 所以更愿意去理解 你抓住这一件事情 其实也是发泄内心的一种不平衡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你就认这么一个私底 都是成年人 共同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它是有高风险的 何况这个是明白着的 天上掉馅饼 最后掉的都是铅饼 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教训 女婿这边 你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觉得 当我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我提出了想把这个钱收回来 在岳父那里没有得到认可 这是你的一个很大的理由 你现在仔细想一想 假如今天时光倒流 让你回到当初你提建议的那刻时刻 你还会和当年那样做吗 我想你不会 如果能够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一定不会 因为听了岳父这样的话 你就不坚持你的决定 你也不会说 因为岳父和自己的妻子 没有很积极 你就还会像原来一样 听之论之地一个月一个月地拖下去 你一定不会这样做 今天的这个结果 不是来自于他们有多大的阻碍 而是来自于你有多么的坚定或者不坚定 而导致你不能坚定的根源 其实还是有自己内心的一种侥幸心 但是妻子你有没有问题呢 我认为也有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你丈夫后续的这些行为 其实你丈夫所有表达出来的那种愤怒啊 指责啊 她不是在向你的家人指责 她其实是在求救 她所有的这种把责任推掉一边 根源是什么 她内心没有力量 她所谓的不担当的根源 是因为她无力担当 她没有力量去面对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犯的错误 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所有的损失 自己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她内心不敢去面对 而这种不敢去面对的她 只能用这种指责的方式来向你们求救 她想告诉你们救救我吧 我面对不了这件事情 我自己的错误 我很难受 一旦面对的话 我会很看不起自己 我会很自责 所以求求你们 帮帮我担点责任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 她有多么不孝顺老人 她人品有多恶劣 今天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为了调解姐姐和姐夫 之间的关系 家里所有的弟弟妹妹全来了 就通过这个集体出动的这个行为 我们也可以看出 兄弟姐妹兼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 非常的紧密 我觉得这恰恰是江先生 心里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因为江先生看过去 更容易像一个外人 她今天说的似乎是在借钱 就是进行这个投资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觉得她内心深处 真正所挣扎和困惑的一个问题是 她在这个大家庭里 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她一直所呈现出来的是 她无法去左右这个局势 她甚至连自己的钱 她都没有自主权 当然我们不否认 在这个过程中 江先生可能是不够坚定 谁不想赚钱呢 在面对一个巨额的利润的诱惑下 谁不贪心呢 有 但是另一个层面是 她在很多事情上无能为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在今天谈到 这个借在风波背后 一个掩藏的很大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我希望通过我把它挖出来 能够让林女士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为毕竟她和你们这个大家庭的 无论任何一个方面的链接 都是通过您来产生的 您对于您的家人 和对于她的态度 对于江先生来说至关重要 江先生 我觉得您的思路要打开 思路打开在于哪里 在于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 咱不能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妈娘 说白了 认赌就要服输 有一天输了 怨不得别人 那么另外我说的 您的思路开阔一点 钱不能够代表一切 更不能买来一切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如果在你们的物质上 已经遭受损失的前提下 咱们在把家庭的精神生活 每个人的内心 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的话 那么我相信 你们除了损失了财物之外 还损失了自己内心的那份宁静 江先生 两百多万 我不知道重不重要 我想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 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因为今天你强调了一点 就这一个坎我过不去 好吧 我就跟你分享个很小的故事 我是上海人 我不是本地人 我是十几年前到这里 跟我老公一起从上海到这创业的 在这个创业过程 我孩子三岁的时候 我爱人过世了 我的公公婆婆特别不理解我 他们觉得是我害死我老公 因为那么多年 他跟着我在南昌创业 什么都没有得到 一条命却没了 所以就在我们办伤事那天 我公公婆婆拿着一张协议给我 上面有几点我记得很清 因为我跟我老公有两套房 都是我老公的名字 第一 我必须要把一套房给他们 第二 我老公有一个抚恤金 还有保险金 这些钱必须给我公公婆婆 第三 我的所有的 就是上账费送来的礼 必须给我公公婆婆 就我公公婆婆不缺钱 当时他们叫我签字的时候 我就签了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因为我在此之前 这个老公是我选的 他爸爸妈妈我不觉得坏 但我老公死了 我知道他也难过 我也难过 如果他们觉得拿着这点钱 能够让心里舒服 我愿意给他们 我想都没想 我就签了字 你知道我妈妈 爸爸哭了多久吗 至少有半年 他们沉浸在痛苦之中没出来 因为那个协议里面 还写了一条 孩子跟我们二老没关系 我们不管 我们只负责把这点 都签了 那我不想讲这个 让你们觉得 怎么你们家里对你这么 公公婆婆这么残忍 其实不是 张先生你知道吗 人类有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当他的弟 受到侵害的时候 他就像一个狂兽 他会肆意地撒野 他会去咬人 而这个时候 谁能获取更多的东西 就是你是否 能够把你的那个兽性 往回压 把你的那个人性拿出来 你知道吗 我自从这件事以后 我所有的同学朋友 都叫我 不要跟我公公婆婆来往了 我规定 我儿子每个星期六 一定要给我跟我婆婆婆打电话 我可以不讲话 他必须打 你知道吗 我老公06年过世的 今年17年 11年 现在我回去的时候 我婆婆会对我说 你要吃什么菜 我等你回来 你们现在很美 你知道吗 我很羡慕你们 心里老师认为 江先生应该更多地讲情 而不是钱 尤其是对自己的亲人 听到老师们的劝解 江先生也意识到自己有责任 但钱就这么没了 他实在是不甘心 于是调解员决定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有调解经验丰富的廖阿姨 带着江先生进入密室 有资深律师罗秋宝 带着凌家妇女 在场上调解 密室里 江先生一见到廖阿姨 就像见到了亲人 开始倾倒她的苦水 每次买房子 他不能买 他有房子 单位分房子也不能买 江先生表示 如果当初岳父让他买房 这么多年房产增值 自己也会赚不少钱 也不会像现在这般一无所有 除此之外 江先生还提到了一个心结 妻子一大家人都会做生意 在家里妻子非常强势 自己在家里没地位 所以才会在几次撤股的时候 犹犹豫豫 这也成为他向岳父索要补偿的 一个重要原因 他女儿的脾气很 是牛的很牛的 他家的这么强势 我心里面很痛 在他的这个家庭里面 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地位 我还讲 现在我说我以后的钱 让我管吧 我前面给你管了二十年 不同意 看得出来 不管是对于岳父 还是对于自己的妻子 江先生内心都积压了太多的不满 密室里 廖阿姨一边聆听 一边劝慰 我们拿一杯子水 倒满了 倒满了会干什么 会溢出来 我把它倒空 就是把内心的一些 有一些负能量的东西把它搞 把它清除出来 而此时密室外 律师罗久保正在询问 凌家妇女追讨损失的有关内容 罗久保仔细翻阅了 凌女士妇女二人提供的资料 最后她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还有可以扳回的可能性 也可以还有救济的措施 有了律师的这番肯定 凌女士和父亲 倒是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金钱的损失可以弥补 可情感上的损失 又能否弥补呢 密室里经过廖阿姨的劝慰 江先生的心情好了不少 回过头来想想 她也觉得自己确实 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执着 于是带着江先生和好的心愿 廖阿姨来到了凌家妇女身边 他说我老婆比较强势 但是我老婆人好不坏 他就觉得他家里没有权子 廖阿姨向妻子凌女士 表达了江先生的想法 而凌女士似乎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所在 表示愿意改正 基于这样良好的氛围 调解团队让他们双方走到了一起 我岳父岳母对我们没有坏意 但是刚才说是吧 现出了一些状况 希望对吧 也就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不管以前怎么样 对吧 我们日子以后还要过 现在就是过去就过去了 你只好好的给 一家人 一家人过年给你利用之 我们密室会说的这个事 密室环节 江先生和岳父的态度都有所缓和 那么江先生的心结彻底打开了吗 他和岳父真的是尽事前嫌 握手言和了吗 而这对一起走过了二十多年婚姻的人 能战胜困局 重获生活的宁静吗 通过今天的调节吧 心里面也是吧 触动得很大 我也不费拘救他们的任何责任 前面有这么多物费也罢 是吧 有那么多想法也罢 对吧 过去了就过去了 另外对我妻子 我也希望她能调整过来 毕竟我们的日子是我们夫妻要过好的 百姓孝伟先 这一点是无永济疑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一点做好 林女士呢 我觉得述惑很大的 我每天虽然是很忙碌 忙的就是停不下来 跟老公一忘了 我要放手 我不能太强大 要让她长大 这是我要调整的一块 现在面对父亲这个问题误会解开 我心里不压抑 原来我感觉她很亏钱 我感觉我自己都走向那个什么 抑郁的边缘了 就快点扛不住了 现在父亲这边有宽容大量 老公有这边真实的态度 我希望我这个家庭好好完整 我要非常告诉你们这个老师 开头解决了很多问题在这里 我家庭也佛路了 知道吗 这样 谢谢家伙 好吧 这个一方面是老师们用心用力 另外一方面也要你们这一家人 能够懂情懂理 才能够达成这份协议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江先生 林女士 还有老父亲 三方承诺 不纠结过往的经济问题 齐心协力 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 二 夫妻双方约定 家庭经济公开透明 相互尊重 充分理解彼此 凡事有商有量 孝顺双方父母 共建和谐大家庭 这样可以吗 江先生觉得可以吗 可以 随着这一纸协议的签下 江先生和林女士 及其家人之间的误会 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 这不江先生已经拉着妻子的手 走到了岳父跟前了 最后一家人一起离开了野博士 其实现在社会上很盛行 像江先生和林女士一家人这样 把钱投给融资公司 赚取高额回报的民间借贷行为 有时收益高 风险也高 这就需要我们对借款人 或者借款单位进行充分了解 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条件下 再决定是否借钱 如果损失已经发生了 要及时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维护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 最后真心期望江先生和林女士 他们一家人的回去之后 能以亲情为重 齐心协力共同挽回损失 林女士能够重视丈夫的感受 学会让丈夫分担 而作为丈夫的江先生 也能够平衡心理的失落感 懂得释怀 找回生活中丢失的宁静与美好 作曲 李宗盛